大家好 我是崔华 看现在满天的星星 外面却黑的 这么晚了 那还有一个收割机在收割 不知道是水道还是黄洞 这开了两个多小时了 这涛哥下车休息一会儿 这是服务区 整个高速路 前不见车后不见车 虽然这高速路上没有车 但是在我们邻居走高速 你得精神的小心的看着点道 说不定有什么野生动物 就像我们刚才就看见了路了 差一点我就创上它 你说要是真把它创了 算我的算它的 创了它之后我是不是得修车 修车算谁的 你说它死了之后 我是能拿还是不能拿 那是野生宝肚子 这一趟啊 紧赶马赶的 大家都催大米啊 我们去给大家看大米浇 东北的自然干大米 自然干水道 现在刚刚开始收割 大家不要着急 不要一十月初就说 新大米下来了 那都是铜杆塔上的 那都是早熟的 阴光不问赶路人 继续前行 就是满地的黄豆 昨天来也太晚了 在市里祝一宿 早上起来 上乡下直奔米厂 你看看啊 这是四轮的 这是收割机 这就是上帝 要收水道去啊 请注意鸡选官 就说咱这秋色 无论走到哪里 都是美景 那外面啊 就金灿灿的 丰收的季节啊 看看这车 都是打出来的水道 这后面还有 那风也还霞 一路坎坷总要去经历 看看对面啊 全都是水道 好了这大道上啊 全是这种收割机 和四轮子 这是上帝的 下地了 这也下地了 这呢 这个路边啊 走到哪都是收割机 这个也是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 黑龙江省隋化市 海伦市 伦河镇 这周边都是租水道的 所以这个当地的大米 也是非常有名的 而且我卖了55年的 一个时间段 口碑都是非常好的 看到我们来米场了 也是那种大大的 五十斤一袋的啊 这进后院了啊 那都是水道 我感觉动不老远 像不像沙堆 拜拜 哎呀妈呀我一瞅演运呢 这不就是大沙堆吗 涛哥 弄出来了两个米 哎呦我的天呐 你抠出来的 但是这样的话还不行 给大家发货的话就发一点